大家好,我是小黛,欢迎来到第172期,也是今年的最后一期参考信息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至于大家心心念念的新闻核定本盘点,节后会陆续发布 年底了,该讨薪的讨薪 最近,南京的赵女士应聘苏州的一家高科技公司 公司称,鉴于初创团队的特殊性 我们创新地采用了积分制来明确员工的当前投入及未来的收益实现路径 员工可以选择积分加现金一定比例组合的薪资包 每月授予积分后,每三千积分折算一个整月的工资 赵女士疑惑,这是遇到不发工资发积分的奇葩公司了 公司负责人回应说,我们是初创公司,积分制度是公司的独创 员工来公司工作的前四个月左右是发积分不发工资 公司用积分计算工作量,等到融资到位之后就补发工资 12月28日,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反馈 发积分代替工资制度属实,但没有实际实施 工资是按时足额发放的,不存在拖欠 并督促修改积分制度里涉及违反法律规定的内容 似乎是虚惊一场 在四川隋宁,12月26日,多名医务人员坐在窗台边 疑似以威胁跳楼的方式维权 当地卫健委工作人员最开始回应时,说是工资问题 卫健委后来通告,事发地系一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网传的讨薪等说法不属实 是因为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进行管理权限的调整 由隋宁市中医院托管滑转到属地管理 部分医护人员存在异议 正巧,咱们工作室有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同事 家里就是之前托管的这家隋宁市中医院的 他跟我说了说里面的门道 事发医院有两块牌子 一块是隋宁市镇江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另一块是隋宁市中医院步行街院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当于乡镇卫生院属地管理 工作人员的收入来自财政拨款 如果属地的财政情况不好 拨款少,收入就会少 而隋宁市中医院是三甲医院 基本是自负盈亏 收入肯定比卫生院高一大截儿 另外还有编制职称等待遇差别 近些年流行件医疗联合体 四川和隋宁都有三级医院 托管县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的举措 现在三甲医院不再托管 重新归属地管理 只能当街道的卫生院 那矛盾就爆发了 平心而论 即便由三甲医院托管 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量和待遇 肯定达不到三甲的标准 但在当前的经济社会趋势下 大家更看重要保住已有的铁饭碗 现在隋宁市卫健委承诺 将进一步充分收集 相关医护人员的意见和建议 至少说明他们的维权声音被听见了 22日最高检发布 五件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其中有一起是包公投柴某某 恶意拖欠587名农民工工资 1,0150多万 还误导农民工 引起300多人 五次到市县两级政府上访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最终柴某某被判五年 对岸的马斯克也摊上了讨薪官司 商业内幕网站26日报道 社交媒体平台X被起诉 没有支付员工的年终奖 联邦法官明确支持员工 今年6月 推特曾经的薪酬主管 代表数千名现任前任员工起诉X 他说 管理层曾向员工口头承诺 若马斯克2022年10月完成收购时 他们留任将获得当年年终奖的50% 这笔奖金总额超过500万美元 本应在今年的一季度发放 但迟迟未能兑现 X的代理律师便称 根据德州法律 那份口头合同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但受理法官裁定 此案将根据加州法律审判 X的律师无权要求驳回 在郑州 是公交集团为进一步缓解集团的 经营和资金压力 准备号召在公司工作满 十年级以上的职工创业 期间停发工资 奖金和津贴补助 不再享受各项福利待遇 但保留原职及 工领可连续计算 其实类似的企业 鼓励职工自主创业 江苏 陕西等地都有过 征求意见稿公开后 网民讨论热烈 本地市民担心是否会影响 公交的正常运行 25日 郑州市公交集团回应 这不是正式的文件 是征集意见 具体什么时候实行 还不确定 年关难过啊 半个月前 我们盘点了一波 中国航天12月初的小高潮 之后从12月14日到27日 中国航天又密集发射了7次 送了16个航天器上太空 引人注目的有 长征2号F火箭发射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 是我国的第三次 长征5号大火箭时隔三年再次出征 还有小型固体运载火箭快舟一号甲 三天内两次发射了8颗气象卫星 中国航天今年发射近70次 长征系列历史累计突破500次 其中第5个100只用了两年 长征4号成为第二型发射过百次的中国火箭 长5 长6 长7 长8等新一代火箭日渐成熟 民营商业航天也羽翼见风 为中国航天注入新火力 世界航天方面 冷战时期全球年度发射总次数最多的是1967年的139次 近年来随着SpaceX崛起 2021年就打破了这个记录 今年全世界的发射次数更是超过了200次 美国打破了1982年苏联创下的一年发射108次记录 超过110次 其中近百次是SpaceX一家贡献的 不过很可惜SpaceX诞生的人类第一发19艘火箭 没能变成20艘 11月23日 B1058号令营9火箭一级助推器发射23颗星链后 成功降落在大翔中的请看说明书号无人驾驶平台上 但运回港口时 因强风和海浪翻倒断成了两节 SpaceX想试试发动机还能不能挽救 这发工薰火箭在三年半的寿命里 发射了两艘飞船和860多颗卫星 总重量超过260吨 其中包括一件143星 一件105星 时隔一年 美国神秘的X37B轨道试验飞行器也再次升空 12月29日出发执行第7次任务 并且第一次由SpaceX猎鹰重型火箭发射 预计将首次前往高轨道 X37B的这次发射在两周多时间里推迟了三回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原计划 中美的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 原本可能是前后脚上天 航天竞赛还是精彩 这边有卫星上天 那边有官帽落地 12月27日 全国政协第12次主席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撤销吴燕生、刘时全、王长青 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提请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追认 这三人都是航天军工系统的高官 吴燕生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 刘时全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 王长青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副总经理 一般来说 政协委员的退出方式有三种 辞去、责令辞去和撤销资格 情形依次严重 前一天 中传重工集团原董事长胡问明 因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一审被判13年罚金500万 2001到2020年 胡问明从中航工业第一集团公司 苏州长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一路当到中航工业集团副总经理 中传重工董事长 他利用职权为有关单位和个人 在工程承揽、业务合作、资产收购 干部提拔和稀存揽储上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财务折合人民币5986万多 其中995万为实际取得 2013到2015年 胡问明任中船工业董事长期间 接受他人请托并收受贿赂 在集团下属公司资产重组过程中 故意违背国资经营管理职责 违规收购民营船厂 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也正是这20年 他不断升迁、屡获重任 曾任航母工程研制总指挥 全程参与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列装工程 和首艘国产航母建造 还参与过歼10国产大飞机C919等项目 2020年 胡问明退休一年后落马 两年前 其副手中船重工总经理孙波 已经落马 被判刑12年 近年来 航空军工系统成为政治高地 出了很多高官到省级地方 或中央部委当主官 还出了几名副国旗 和老同事纷纷倒台 形成了鲜明对比 盼望着盼望着 春节的脚步近了 联合国先动起来了 12月22日 联大通过决议 将春节 也就是农历新年 确定为联合国假日 联合国假日分为官方假日和浮动假日 官方假日不办公 浮动假日是为特定人群设立的额外福利 工作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 或者文化背景 选择浮动假日调休 这一天原则上也不安排重要的活动 2023年联合国共有9个官方假日 包括全球普遍公共假日 东道国美国的法定联邦假日 以及重要宗教节日 比如圣诞节 开斋节和宰生节 浮动假日原本有7个 东正教的圣诞节 佛教的卫塞节 犹太教的赎罪日 西克教咕鲁纳纳克诞成日 印度教西克教奇纳教的排登节 国际诺鲁兹节 以及非裔美国人获得解放的6月节 春节将成为第8个 中国外交部表示 春节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 这次还顺便解决了一个中文互联网 存在多年的争议 春节的英文到底是 Chinese New Year还是Lunar New Year 无论是联合国网站 还是中国外交部网站的英文版 用的一法都是Lunar New Year 十年来 联合国总部的中国籍职员 以及中国代表团 一直在推动将春节列入浮动假日 不少中国籍职员建议不要用Chinese New Year 而是用Lunar New Year 为的是争取同样庆祝农历新年的其他亚洲国家的支持 在9月联大会议委员会的一般性讨论中 有12个会员国要求把农历新年列入浮动假日 今年除夕不在春节假期中 两半近日下发 关于做好2024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鼓励各单位结合代新年休假等制度 落实安排职工在除夕休息 证监会已经率先响应 顺应市场呼声 呼声北交易所除夕休市 也好 起码不用担心 除夕一边上班一边亏钱了 最后看另一项文化输出 近日韩国釜山的一名法官 判处一名流浪汉缓刑后 给了他十万韩元和一本余华的小说《活着》 这名流浪汉50多岁 30岁出头就开始露宿街头 靠检废纸和废铁独自生活 但他很喜欢读书 九月与另外一名流浪汉B 饮酒后发生言语冲突 掏出凶器威胁B 因为他最终亲自踩坏了凶器 B也不想惩罚他 以及他是初犯 悔过态度明显 法官只判了六个月刑期 缓刑两年 以及两年的感化教育 法官说 希望这件事不是以个人美谈结束 而是成为一个 关照社会弱者的小契机 于华是韩国最受欢迎的 中国当代作家 许三观卖写记和《活着》 这两本最火 韩国很多法官喜欢于华的小说 也许因为法官面对的 都是犯罪的生活困难的人 正好最近我看了于华老师 12月14日在北师大的写作公开课 开放提问环节 有学生问 如何好好活着 他是这样回答的 我在给人签署的时候 好多人都让我写 上面写好好活着 我就知道 这个好好活着 是多么的不容易 否则人家不会让我写 这四个字 然后那个 我就觉得就是这样 就是 努力 因为其实我们人生就是这样 尤其是你们还是学生时代 你们还没有 你们主要社会面临的考验可能更多 你们那个将来 可能面对的困难 比你们在校园里边要多得多 这个是很难避免 当然可能也有中间有人会一帆丰盛 这个也不能排除 我希望大家都有一帆丰盛 但这是做不到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每天面对的都是一堆消极的因素 我们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就是努力去寻找 发现里面还有一些积极的东西 然后让积极的东西给它夸大 你就把它夸大 夸大积极的 因为任何消极的东西里面都会隐藏积极的内容 你只要找到它 就会对自己就是好好活着了 好好活着就是去寻找那些积极的东西 不知道说了没有 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了 新的一年大家也要好好活着 我的要求不算高 祝大家早安午安晚安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 我们明年再见